作为一名杨卡特兰的新手 跟大家分享几个观察 这一颗叫圣诞玫瑰 Christmas Rose 现在圣诞节过了 一月份多伦多 前一阵跟大家分享过圣诞玫瑰 是另外一颗已经花落人家 这是另外一颗 另外一盘 当时拍视频的时候 这盘还没开呢 这个比那个开的旺很多 旺很多意思 第一它有两只开花 两个SUDBOB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而且这个SUDBOB上开了 这是三朵吧 底下还藏了一朵 四朵花 你看 所以这一上头开了六朵花 长得好 长得比那盆旺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跟生长方式有关系 以前跟大家说过 不知道谁还记得 还记得吗 这个用的是半水培 我都用的是半水培 这是一个小桶 然后下面打了孔 也就说这下面长期有水 长期有水 虽然可能有点烂根 肯定有烂根 但是相比较 其他的 其他的我都是直接 放在一个兰花盆里头 专门的兰花盆里 然后放在这个瓷盆里头 然后每次给瓷盆加一点水 但是呢 那种方法就发现 因为我浇水频率特别低 比如说吧 应该是每周泡一次盆 浇一次水 我经常是两周 甚至三周才浇一次水 所以像普通这种 小盆套盆里头早就干了 干的时间很长了 而他呢 底下因为有一层水啊 干的慢 就是他 每次给他浇的水 都是定量 都是这么多 而他呢 就是因为怕烙 所以浇水偏少 加的水偏少 不好把握 所以有可能 我都会变成 都会种成这种形式 这外的这盆 不一定这么高啊 顺便说一句 这个花已经开始卸了 三周整 很 就很时间很固定 三周 这个差不多两周左右 再开一周 也差不多 香 真香 很舒服的香味 再来看另外一盆 没开花 没开花 但是呢 值得说说啊 我觉得是一个有意思的观察 看见根了吗 这么旺 这里的实际上是有一个盆子 有个小盆 有个小盆里头装的是苔藓 放进去 然后呢 坐进这个大盆里头 这个大盆没有任何孔啊 其实我在考虑 是不是应该加个孔 加孔可能会更好 每次浇水呢 是把它水倒满了 泡 泡 一个小时到一个晚上 都行 第二天把它水倒的 基本倒差不多 然后剩一点点水 一个厘米左右 或者是半个厘米 因为水流太多的话 里头泡 这里没有 没有什么质料啊 你看全都是 全都是空气 全是空的 长得很旺 从根上叶子上 长得很旺 那还没开花啊 开花 我觉得可能是缺少林甲 肥不足 所以缺少开花 你看那个可能跟也 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品种有关 这个不是生的玫瑰 不是和和他不是一个品种 这个观察 我得出的结论吧 就是他的瓶子里头啊 湿气很重 因为他里头还有一个小盆 那个小盆有一定的蓄水能力 吸满水以后 有一定的蓄水能力 所以他里面的潮湿 根部潮湿的时间特别长 这个生长 他就是喜欢 他就是喜欢潮湿的空气 我这个屋子里头空气啊 潮湿程度不够 50%甚至于40% 空气潮湿程度不够 全靠这个小杯子 把它拢 巨拢在里面 潮湿巨拢在里面 这算不算是一个小气候 算吧 我觉得算 小温是微型的生长空间 里面也有烂根情况 我估计是和其中的潮湿台前有关系 有一定的烂根情况 但是呢 相比较之下 他新根长得 你看到处随时都可以看到新根 粗根 生长 相比较之下 他生长得更旺盛 从他死根 活根 活根 新根增长的速度 比他根死的速度要快 从这两盆 结果看 如果能给他根部提供长时间的潮气 非常潮 潮到什么程度 90%以上的潮气的话 他就能快乐 狂涨 空气潮湿同时也要温度高啊 明亮 这都得配合上 而空气潮湿提供的方法就是 就是这两种方法 一个是半水培里头 底下标准的办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密封了 虽然底下可以打孔 我觉得应该打孔 另外一个看这个根啊 是绿绿的 说明他现在水分一点都不缺 正合适 这个我是一周前浇过水泡过盆 现在还不需要浇水 估计两个星期浇一次 这种透明的盆的还有好处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该浇水了 他该浇水的颜色会变成浅色 浅绿色干巴巴的一下就看到了 一招水就几秒钟就变成绿色 看他底部其实根也挺健康的啊 没有说泡的时间特别长 然后烂掉 我觉得他的里面健康根相当多 90%健康问题 好了 对卡克兰的根部生长观察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批评指正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